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30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台东新政府在今年选定了10处的文化健康站 透过在地的长者们 从耕地、富裕野菜、烹煮、建材等各方面 来富裕原住民族的食农保健文化 30号的下午特别在波浪屋前举办了成果发表会 县长饶庆林也到各文建站体验 同时品尝原民的美食 感受文建站长者们的热情和生活智慧 部落文建站的长者们仔细地介绍自己站内独有的特色 并拿出一道道美味的部落料理 让县长饶庆林对长者们的热情与美食都占不绝口 像我们这九个文建站养鸡的养鸡 做老夜餐的做老夜餐 做生乳汁的做生乳汁 大家每天都很忙 还有其他的文建站有的部分 他们是做运动的 减缓延缓老化失智的 每个礼拜都要做运动 当然还有我们还有做文建站背包的 前一阵子我们还带着大家去台北时装周 那么很多的事情都会在文建站发生 我真的很开心中央看到台东县政府的努力 然后未来的路还很长 那我们很希望文建站将来是成为我们整个部落的一个重点重心 能够搭配我们部落的经济产业 部落旅游 能够成为大家来一起为这个部落重新来找出活力 找回活力 台东县政府今年选定十处的文建站 透过在地长者们从耕地 富裕野菜 烹煮 及建材等各方面 来富裕原住民族的新冬小食物化 同时也找出属于当地独有的特色 我觉得非常谢谢县长 还有原民处 特别是中央 推动这个文化健康站 它不只是让我们所有的长辈 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相聚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将你们过去的智慧传承下来 透过新的这个资源进来 然后新的知识 融合我们过去的非常优秀的这个传统记忆 我相信会让新的好朋友们感受到更多 原民处表示 透过部落独特菜肴的发想与制作 希望能找回族人的传统生活智慧 延续族群的文化内涵 记得潘中尔潘中尔室报导 这个是将我们 他们